那首先先说明今天的整体天气 今天白天的话 各地大致上天气在东半部地区 因为吹东北季风的关系 所以东半部云 云封面云量比较多 那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 而另外在西半部 上午这段时间云比较少 太阳加热也很明显 因此今天在西半部的高温 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 甚至在中南部地区 可以来到33、34度 但是要留意在中午过后 山区以及中南部地区 容易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要特别提醒在中南部的山区 今天中午过后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局部雨势 所以在中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 虽然现在天气不错 但中午过后 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 午后雷震雨已经整个消散了 但是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下 在东半部地区 今天晚上还是有降雨 其中在东北部地区 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局部雨势出现 因此提醒东北部的朋友要留意 今天晚上可能有降雨的状况 今天跟昨天相比 温度已经有略微下降了 但是今天白天 西半部的感受还是比较暖热的 不过到了今天晚上入夜之后 随着东北季风增强 各地的温度会比较在降低一些 尤其北台湾 今晚到明天清晨 低温可能只有20度附近 跟这几天比较热的天气比起来 感觉上会有转凉的感觉 所以是比较晚归的朋友 建议可以携带一个保外套备用 而预计明天白天 在北台湾地区的高温 也是会比较属于一个舒适的形态 还有跟今天相比也会有略微下降的状况